大家好 我是阿信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給通清楚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3月4號禮拜一 以下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是跟大家來先聊一下大盤 因為今天大盤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今天可以看到預估量 盤中在早盤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預估量已經超過5000億以上 快到6000億了 就你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麼大的量 另外在於說今天的一些股票 那也可以看到是跟大盤走的不太一樣 可以出現一個開高走低的情況 所以今天影片就要跟大家分享這些 就是外資他提供的報告 以及盤面的現象 在影片開始前 好奇怪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一樣看到今天的大盤 在今天的大盤我們可以發現這個量 收盤的量是4949 那是跟2月15的這一天 就是開紅盤這些量 是差了一點 但是其實今天還算是一個大量 那其實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情況就是說 在今天你可以發現 整個大盤又還是持續的創新高 好那像其實在假日的時候 那時候有在直播跟大家講過 我們說其實這個盤 就是你說他位階高不高 那真的很高 真的非常的高 但是你說他有沒有出現敗筆 那還真的沒有出現敗筆 那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大盤 一個還能夠持續創新高的大盤 那當然其實問題真的是不大 因為你說你要預設說 他能夠走到哪邊去 那個真的很難你知道嗎 因為你說大盤現在已經創了歷史新高了 那就是他只要能夠守在均線之上 那你真的不知道他能夠找到哪邊去 所以說這個行情 那其實就像我們那天講 就是我們那個部位可能會控制 但是你還是會順著這個行情來操作 那所以以現在大盤來講的話 可以看到在這個禮拜大盤 他目前是已經過了上個月的高點 那大盤過了上個月的高點 也就是說如果在還沒有跌破之前呢 那對於這個盤的想法 都還是會偏向是一個比較強勢的狀況 除非啦 除非我們看到說今天這一根 除非我們看到今天這一根 就是突破了 2月15這根大量的這一根紅棒 他的低點就1892被跌破 如果這根被跌破 那我們就開始思考說 盤勢可能會轉弱 這個東西就像我們當時 在2月15號那一天跟大家講 就除非你看到這種大量被跌破 那你會覺得盤是轉弱 那在大量還沒有被跌破之前呢 那其實也不會去預設太多立場 那只是說因為大盤位階比較高 所以說在我們的那種就是 操作的部位上 然後稍微控制一下 那在今天的大盤 我們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 今天最強的就是哪一支台積電 今天台積電真的非常的強 那我們在上在假日直播的時候 就跟大家提到說 就是如果你以現在大盤的情況來看 就個股的情況來看 就你看到很多公司 他今年丟出的展望 其實多數來講 扣除掉AI這一部分 其實都比台積電要來的弱 像是在上禮拜 有一間公司召開法說會叫人保 人保在今天的股價 他是有出現一個開高走低的情況 雖然還是漲 但他是一個開高走低 那其實像人保在法說會上面 提到的狀況就是說 他今年的展望 他就是一個個位數的成長 那這個其實 不能說他不好啦 因為我們市場可以解讀說 他的最壞情況已經過了 所以你也可以換個這種方式來解讀 最壞情況已經過了 但只是說 你要他拿出一個這麼漂亮的 一個雙位數的年增率的話 那目前從人保的法說 會看到是沒辦法的 所以說在台積電的部分 其實大家現在法人大概估說 今年可能就是將近 可能37塊 EPS 37塊 38塊 然後明年就40幾塊的EPS 所以大家會去估算的就是說 你台積電 現在的股價 雖然說已經到725了 但如果說你是以 今年將近40塊的EPS來看的話 他的本益比其實 其實還不到20倍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那這個本益比是不是比較便宜 所以說今天的台積電 平良心講 就真的算是非常的強 那你可以發現 因為市場會覺得說 你如果用今年的EPS 或是你用明年EPS來估的話 那其實以本益比不到20倍的情況 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台積電好便宜 好秀這樣子 就超級便宜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會刺激到買盤 那只是說 我們知道每一次台積電太強的時候 那些小股票很容易就會被 跟著受到影響 像在今天找盤的時候 有一間公司叫做金豪科 金豪科在禮拜五的時候 那時候 外資可以看到 外資大買了 一萬張以上 外資大買一萬張 然後三大法人都是買 然後今天的股價就是開高 開高之後 然後就一路走低 那其實不只像金豪科 今天蠻多股票都有出現這樣 像在今天的一些AI類股 比如說像偽創 偽創他今天也是開高 然後出現個走低 那在今天的情況是 偽創他其實找盤開高 工作生活忙碌沒時間 就想要學習有效的股市操作技巧 並且想要迅速的得到股市上最新的資訊跟重點 訂閱阿信的QuestPay文章 每天我用一杯咖啡的金額 從新手小白剛學習的股市基本知識 到進階的技術面操作技巧 還有每日更新的產業資訊文章 還有獨門篩選強勢籌碼程式 也是每日更新 外電頻道平日也有盤後分析影片 中午還有螢幕實施製作的特別影片 影片中提到的報告 也都歡迎跟我們助理說去唷 牠是有法人去調升他的平等 那我們來看到像是這一篇 這一篇是UBS的報告 那這篇報告其實他 我個人覺得他寫得還不錯 原因在於說他在這邊有提到說 像Dale Dale他們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他有去公布他的財報 然後去根據他未來的情況去做個猜測 那其實在Dale的這一塊的話 他是有提到說在整個AI Server的部分 成長性還是很高 那所以說其實在整個像 契用的伺服器這一塊的話 這個是偽創的第二個成長動能 因為我們知道像偽創 他之前出貨的對象 就是那些雲端大廠 像是微軟、Google、亞馬遜之類的 那可是當這些雲端大廠出完了之後 那大家會思考說 你下一步的成長動能是在哪邊 那其實在這一篇報告裡面 他就有提到說 因為Dale他的財設是右於預期 那偽創他又是他的主要供應商 那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會看到 在接下來就會看到說 從原本的雲端 然後去轉向企業端的部分 因為企業端的部分的話 他們就會去想說 你現在AI的軟體 那我如果可以去增加員工的一些工作效率的話 那你企業端會不會導入?會 企業端會導入 那說企業端導入的話 那代表說大家也都開始嗎? 全民AI時代 那時候其實像偽創家 除了像是一般的雲端 最早的雲端Server之外的話 那在現在他還有在企業端這一塊 所以說其實在這份報告 我自己覺得他寫的是不差啦 但只是說像今天股價 往上走了之後 你看他現在往上走 然後就是一個開高走低 那其實像是在這種盤面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是會看一個東西叫開盤價 就如果當你發現 今天這一間公司 他可能有什麼利多消息 或是說有什麼 比如說像最近要公佈營收 或公佈財報 那如果我們說要避免 他出現了開高走低的情況的話 我們都是會看開盤價 你到底守不守得住 因為像大家看到這種利多消息 你看那一開盤的量 一定非常大 就大家會看到說 你那個有利多消息 然後大家就選擇開盤就衝進去 但如果你發現像這種開盤價 是站不上的話 那你反而要小心股價 他會不會出現一個 開高走低的情況 那像今天台積電也是一樣 像今天台積電 我們可以看到 在找盤的時候 他股價也是一個 成交量非常大 那是開盤價有守住之後 大家看到你開盤價 有帶量站上 那個市場買盤 他就開始出來 那所以像今天台積電走的 其實真的算很漂亮 因為我們知道 像一檔股票 如果他要能夠在這個月 變成是一個強勢類股的話 他必須要去過什麼 上個月的高點 他上個月的高點 是在709的這個位置 那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那你看喔 像今天台積電 他是一開盤 他就直接去跳過了 這個上個月的高點 也就是說呢 如果之後再接下來啦 就台積電假設 他都沒有去跌破了 上個月的高點 他都好好去守住的話 那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就是台積電就 還是有可能會在這個月 變成是一個蠻強勢的股票 除非我們看到說 今天那個大量被跌破 然後上個月的高點也被跌破 那我們就開始思考說 可能台積電沒有這麼強 那因為其實像現在的情況 其實有點尷尬 原因再來說 就是我們去看到很多公司 他公佈出來的財報 其實真的都不差 那跟著公佈出來的財測其實都不差 就他們對於今年的展望 其實都不算太差 像是在 這個是我自己整理的 像有一間公司叫 三六六一的四星 四星他在禮拜五的時候 他有去召開一個法說會 那這法說會的內容 他其實就有提到說 他在今年的情況 還是非常好 對公司直接講說 我在今年的情況 還是很好 那明年呢 明年可能會有一點 小幅度的成長區塊 那不過明年還是一個 30%以上的年增率 那到了2026年呢 公司講到 又是一個非常好的年 所以說其實在四星的 法說會上面的話 其實公司講的 其實憑良心說真的不差 就今年他如果毛利率 可以跟去年維持 然後明年因為產品轉換的緣故 所以說明年的成長性 可能只會有30%以上 那到了2026年的時候 他又是個非常好的年 所以說 其實在這一次的法說會上面 他不管是今年或是後年 都是個非常好的時侯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 在今天的股價 卻是出現了一個 開高走低 而且是什麼 你過了上個月的高點 然後就開始被打下來 所以說其實我們在這邊的情況來講 你會看到很多公司 他都是丟出了一個 還不錯的財測 但是呢 股價的反應 那真的是有一點兩極 那我們像這邊的情況就是說 我們知道公司的未來展望很好 但是因為我們重點還是看了股價嘛 所以說其實一個 比較重要的情況 還是去觀察說 你上個月的高點 你到底能不能夠去站得穩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 因為現在其實 如果你從各家的法說會 或各家的報告來看的話 大概你可以歸類到 就是說反正最爛 再爛大概就是第二季 就第二季之後 然後第三季有出現一個 明顯的旺季 那可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股價好像就 有些股票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就變成說這個是有點看市場 怎麼解讀 像有一間公司叫 4968利基 利基今天是被灌到點停班 他上禮拜五是掌 上禮拜五是掌鈴 然後他今天被灌到點停班 那你說利基的 呃 財報 他會講得很爛嗎 他才是講得很爛嗎 其實也不會 那其實像利基他在法說會上面 他就提到說 在今年 今年的部分他是 給出一個是 還是一個蠻強勁的成長 但是像外資這邊 他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像這個是外資的報告 他就有提到說 因為像利基就有提到說 在WiFi7的部分的話 他會在2025年的時候 他的滲透率會提高 那這個WiFi7 他跟WiFi6 或是WiFi5的情況的話 他的價差可能到六成 到一倍 也就是說他的產品毛利率 是會在明年提升不少 因為像WiFi7 他在現在的滲透率是蠻低的 那可能到今年下半年的時候 可能滲透率也只有10%左右 那到了明年的時候 滲透率才開始逐漸提升 但像這一份報告 外資他有解讀成說 你到2025年 還太久遠了 這個就是每個人不同的解讀 你看喔 像剛剛台積電 大家解讀的範圍就是說 你在今年很成強 明年還是會更強 你今年會成長 明年會繼續成長 所以大家認為說 你情況很好 但像利基他今年會成長 他明年根據公司的講法 明年還是會成長 因為在WiFi7的這部分 他的滲透率會提高 那只是說像今天股價 就有一點點 好像跟台積電漲得不太一樣 不是一點點 是很多點 就股價就直接是個 開高走低 往下殺的情況 那所以說在現在 就是整個大盤的位階 已經到了萬九這個地方 其實你可以從各間公司的法術 回去大概得知說 其實大家講的 大概都是今年會成長 最佔大概上半年 然後下半年會有個旺季 然後明年繼續成長 但是像這個位置 大家都已經是這樣講的 我們反而要去留意到技術面的一些狀況 就有一些短線上 可能股價漲得比較多的 那這種股票 你可能就要稍微的去小心一點 因為你可以從今天行為看到 不管是講的好的講的不好的 有些都是開高走低往下殺 有不少股票都是出現一個 開高走低往下殺 那所以說像這一種我會覺得說 最近的操作就盡量 還是以技術面為主要的操作方向 因為如果技術面不好的話 那就算公司法術會講的很好 但是可能大家會思考說 你公司的評價已經很高了 像大家就會去思考說 你公司 你股價已經先漲過了 你先漲過 你會先反應出了這個利多消息 所以變成說 當公司法術會就算講的很好 但股價可能會讓大家覺得說 你已經先反應 就變成說會造成一個下殺的情況 所以說其實在 在今天的情況你可以發現說 像台積電很強 然後像鴻海也很強 那像這種台積電鴻海 這種全資股都很強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市場的資金就很容易被吸走 那市場資金被吸走的情況之下 那帶一些小股票 像那種高位階的股票 那我們可能就會去稍微去思考一下 就是說它的狀況沒有這麼好 所以說像今天整體AI 像以股王三六六四星來講 它就是一個開高走低 那或是像是比如說像台光電 做銅箔基板的今天也是下跌 那或是像是做倒軌的2059的窗戶 它今天也是一個開高走低的情況 那所以說像是這一種公司 就是它如果上個月的高點 假設你發現它沒有辦法站上的話 那在操作上這種股票就比較不會是我們觀察的方向 所以說在這邊我覺得還是跟大家稍微溝通一下 就是說我們看到產業很好 但是不要因為基本面好 那我們就無腦的去買 還是要根據技術面的情況 然後去看一下股價有沒有過上個月的高點 然後均線開口盡量不要挑那種太大的 在線電外操作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我們明天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囉 掰掰